首先来关注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作为每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重头戏 以各种黑科技产品的亮相受到关注 那今年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今天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互联网之光展区 我就为大家找到了一款这个黑科技自行车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 它是一台靠这个指纹解锁的智能自行车 首先这边的这一块你看到了吗 这个圆圆的就是指纹解锁的地方 我们只要长按它 这辆车就自动解锁了 如果没有指纹解锁的话 这辆车可是不会动的 而且更特别的一个点在哪里 就是当我们再次长按这个指纹解锁键的时候 会有你的骑行伴侣出来 你只要对它输一些指令 它就会对你完成相关的这个工作 比如说打开灯光 你看前后的灯光就开了 而且只要我们绑定了我们的个人信息之后 它还可以跟我们的手机互联 进行播放音乐 地图导航等等的工作 都可以通过这块智能屏来完成 这台智能自行车之所以能搭带这么多的功能 也是得益于互联网的功劳 它自己就配备了这个4G的网络 而且蓝牙 它可以进行自主的升级 一切的这个服务都可以进行联网操作 方便了我们个人的骑行生活 那么说了它这么多的好处 我们不如拎着它到户外去骑骑看吧 走 哇 好轻松啊 这辆自行车 因为这是一个电阻力的自行车 它在路口遇到要转弯的时候 会提前给你车把震动 然后再给你一个箭头的指向 提示你要转弯 看完了贴近我们生活的黑科技装备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款在工业和医疗领域 都非常有技术含养的黑科技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 它可以给穿戴者提供非常大的这个电击的助力 能够帮助我们的髋关节和腿部 提供不少的这个帮助 在日常的一些重复作业过程中 比方说像经常用到腿部的和一些腰部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中 这一款是我们的膝关节助力 有的这个工作可能更用肺膝盖是吧 对 有的工作其实对膝盖的腰度 就是强度会要求更大一点 然后我们专门做了这样一款机器人 通过耗氧量进行一个设施 助力效果能达到30%到40%左右